也很久没寻查了 来看看有什么案子 没想到这第一个案子 就遇到了黑色慧大哥 他来的高处 对着天上来了几枪 像是在发后失灵 然后哈门一转 哈 加回 一二三 四六七 我地儿 他直接摇过来了七个人 蛤 这就有点过分了 这别人怎么打 然后他们往火焰村上面一趴 就这火力 谁扛的这蚊 Oh no 直接就不应时蚊了吧 性质恶劣 恶意组队 直接抬走 下面这个给我整不会了 简直就是喷王看好了 哈 家伙 十三傻了 这把喷子这么猛的吗 我还真没用管 看得我热血沸腾呢 去开了把游戏 不到一分钟 又回来了 这最后一个敌人在对面 本来想着他必死 毕竟这么远 看队不好打 不太容易干拉 敌人不枪 毕竟战有势 结果 卡机了 啊这 给我整不会了 怎么感觉这么轻松 你们感觉他有问题吗 但我感觉好像没啥问题吧 交给其他人再盼一下 哇 乌乃伊 压迫感很强 对友是三个小姐姐 技术应该可以 看一下 被啥被举报 这第一个倒霉袋 枪都没找到就没了 前面打起来了 他又过去凑着呢 哦吼 这个人头抢的 估计把对面击坏了 哈 假的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想人家人头就散了 还故意受伤挑衅人家 估计这被对面这个举报的 然后喷门一转 他这么高抬升拉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上面 这个地方最容易有老六了 我就在上面堵 呐呗呗呗 我就在上面被蹲过 他的上面只是轻秒了一眼 以为没人 就很放心的对着北边的开枪 就我趴下的比别人还会 因为人家队友配合的挺不错 二号三号四号看着队友倒了 都立马跑过来了 而且还都挺细节 首先三号卡门右侧 二号跑过去 卡门左侧架枪 四号封烟救人 分工明确 配合完美 拉起来后直接就上了暴槽 木乃伊也非常有战术 拉到了侧面 前方有危险 一刷的棍 遇到了一个 然后 最后防空洞下门又遇到了一队 观察过了 他这枪法啥的都没问题 最后视频到这里就没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 有请下一位 哇塞 淘汰12个啦 把科技馆给打下来了 有点东西嘛 我还以为是个纯技术的呢 原来是个靠技术的 自苗加透确定了 刚才走路还正常 这走着走着 差点都飞起来了 估计的救人的敌人都蒙了 不过最蒙的应该不是他们 是下面这个 不过最BH的 我感觉还是下面这位 既然被我寻查到 那他肯定是被举报 说明打得非常厚 看到对面四个人拉过来了 我想着他肯定是来个EVS 然后被对面的举报了 但是问问没醒到吧 他是这样被举报的 注意看击杀 哈 哈 假活 本来以为是个王者 结果是个金头 整了半天就淘汰一个 还是对儿 哈